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啊 今天由我为大家这个服务我们慢牛开启的机讯答疑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 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们来看第一只 第一只股票叫紫新药业 那问题是 11月5号涨停板基因是最近高量柱没有破底 同时跳空未卜11月12日3.8元买入 明日上不过3.97元啊 画了一条线3.97元在这里画的是高亮音的实底 下破3.75元也要出 那3.75是这个羊的实底 请问预判正确吗 那拿到一只股票之后 我们要看我们的进入点对不对 看一下思维看一下空间啊 看一下我们的进入点是不是临界点啊 上方的空间和压力怎么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他的问题是 预判是否正确 然后画了两条线 一个是大音的实底啊 一个是羊的实底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只股票 啊 紫新药业 那我们来看一下紫新药业 这只股票 当我们拿到一只股票的时候 我们要先缩图 看一下市 看一下前市今生啊 比如说凹峰怎么跌下来的 啊 手跌缩量怎么样 哎 看到这个地方 哎 手跌缩量不好啊 没有缩 再看到这个地方 哎 手跌缩量又没有缩啊 都是增量的 这两个地方 那说明这个地方 后市反弹到这里的话 是强压位 哎 反倒在这里是强压 然后我们再放图 放图什么呀 放图查住 对吧 就近对比 哎 找王牌 找金街 哎 找我们的临界点 那首先来看这只股票 我们要划线 划哪里啊 股票已经涨到这里为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思维 就近对比 它的压力在哪里啊 这是最高的高亮音 对不对 那水平方向有个大音 那真假 高大 王辈峰 高和大 其实都是 那到底取哪一个线 这个石顶 还是这个石顶 那我们就看后市主力是预阻了 走势走到了哪里 在哪里精准预阻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去取这个跌停板的石顶 这是个背量音 所以这里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这里连续两天上弓 不过 第一天上弓的是高亮音的 石顶没有过去 回落 第二天是一个增量 微增量的假音真阳 打过了高亮音的石顶 预阻了大音的石顶 回落 那我们再缩图来去看 那这位同学在周五的时候 介入了这只股票 那我们说周五有没有临界点 首先我们看是不是介入的临界点 那首先来看这只股票周五来看 分时是个假扬 全天多数时间运行在零轴之下 是个假扬 没有对前一日的次扬做一个确认 所以周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入点 那如果介入了怎么办 介入了之后我们来看 这里面画线 我们就近来画线 首先画谁啊 首先看水平方向的大音 那这 这就是水平方向的大音 那其实音不大 对不对 那就是说水平方向就要先看它 然后看谁 然后看跳空的这个地方 水平方向的这个音 这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增量音 对吧 假音我们仍然当音看 所以上方画这两条线 那这位同学画线画到了这里 对不对 他直接画线画到了这里 这里对不对呢 可行 但是越急了 我们首先要像海哥教我们说的一样 就近对比 3.8元介入 他是买的音 一会我们回头去看问题 无论是 三点几元介入的 那首先来看周五 他是一个假扬 这一天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介入点 如果你用真底战法来去应对它 你买音是不可以 3.75 他说彩线3.75破线 急出 不过上方的大音实底的压力 也出他的愿 对不对 我认为愿是没问题的 只是他的介入点 在这个位置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介入点 那刚才我们说过 来去缩图 来去看这只股票走势的时候 这里压力巨大 所以上方空间并不是很大 这里的压力是很大的 非常大 增量音 高量音 这种压力特别大 平凡都过不去 那这里 在没有王牌的情况下 介入是不是特别的稳妥 既然介入之后 我们就按照标准来 那首先怎么办 我们要去划线 对不对 那刚才这位同学在划线的时候 我们讲到有一点 他越急了 对不对 越急了 我们就要 再缩图来就近对比 这就是我们就近的 这两个音 后面如果过不去的话 建议就先出来 如果过不去的话 因为我们一定要是走一步看一步 如果过去了之后 再向上看 再水平方向就近对比去看 那这个十字星第二天跳空 回踩不破 回踩不破 那我们目前可以去把它作为真底 用真底战法来进队 三日在其实底之上 做出真底 再以真底的次日 看能否形成王牌 再给他两天的时间 能否形成王牌 攻克左方的大音的实领 如果大音实领站稳 继续上看 如果站不稳 他就要再回来 这里做一个刹车 删掉 这里如果过不去 这就是一个刹车的基础 过不去 他就回来去回踩 然后再次做换挡 如果说明天继续调整 破了我们的真底 3.75 这就是下跌途中的中进 他还有低点 低点就去 再去找下方的这个 重要的平衡位 但是我们下跌途中 我们暂时先不划线 等到主力踩稳为止 踩稳了 给确认的信号 所以说 周五介入 不是特别的稳妥 零件点在哪里 如果你真的想买 零件点是在周四 周四 周四的这个次阳 周四的次阳 我们要做次阳 后面确认的行情 次阳并没有确认 这是一个假阳 假阳并不能对 第二天的走势 做一个确认 所以我们还需要 对假阳进行确认 所以看盘八法里面 左证明右确认 等待确认失灵魂 那目前没有确认 这个假阳就确认吧 那我们要看第二天 是否能否确认 确认这个假阳 这个假阳才能升级为真阳 都要看第二天的走势的行情 来做一个确认 所以我们来看 刚才那位同学说 3.8元进入了 对不对 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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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昨天 对不对 看一下 好 就走 10月12日 他进的是临界点 我看成了11月13日 所以刚才那位同学提的很 这个 很对 说的是11月12日 3.8元进入的 所以他的这个下破3.75 要出的这个 预案 判断是否正确 完全正确 进入点也没有问题 这一天是临界点 是一个次养 3.8元进入 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是 要去守住你的3.75的 真底 真底不破 你可以暂时来看 再给 两天的时间 看 这一日的记住 能否形成王牌 如果过了 就近的大音的试顶 我们上看 4.18这条线 和这个 高亮音的试顶 只是目前的空间和 空间不大 上方的压力巨大 所以 在我们去选择股票的时候 要去看 左侧的空间的大小 以及上方的压力 如果上方的音盛 比较明显的话 后市反弹到这里 多半会遇阻 所以这就是第一只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解答我们这位同学 问的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进行下一只 这样解答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们就继续了 没有反应 那我就继续了 来看 第二只票叫制动力 制动力 长音大跌后 三级进阶 打到长音十顶 缩量洗盘打结 周四缩量二一 周五回踩黄金线不破 过阴半 买入第一单 买入价是22.5 缩量加倍量 尾盘过左锋 形成单枪 23.5 又补了一单 是否正确 那就是尾盘 尾盘收盘是23.5 收盘的时候 又补了一单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只股票 叫制动力 打到这只股票 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只股票 一眼望上去 那在几个月以来 一直都是这样震荡 横盘的走势 一个涨停板 都没有 对不对 那首先来看这只股票 目前的走势 不是特别的强势 那我们再去缩图 看究竟的走势 那满屏幕 一眼望去 就可以找到最关键的 一根亮柱 就是这个跌停板 那这跌停板的实顶 我们来画一条线 这个实顶看一下 后面两次一组 对不对 第一次是 上周二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这位同学 买入的 周五的这一天 那周五这一天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倍量单枪 打了左侧的大阴尸顶 对不对 然后下方的构建 那这位同学 花了三级金阶 对不对 我们来画一下金阶 那首先 大阴下杀之后 有一个反弹 反弹不过二一位 二一不过鬼门关 继续杀 杀到这里之后 是近期的低量 一个次阳 来去确认 阳盖阴 那次阳的高度 决定反弹的力度 继续上功 做了一个王牌出来 那是黄金柱 后市 玉祖水平方向大阴尸顶 这里玉祖了 玉祖之后过不去 回来回踩 那你看他踩的位置 恰好踩到了基柱的石顶 那就是刹车 回来去做换挡 那换挡的次阳 看一下是个小备阳 又是个小备阳 这个小备阳起步 后市 就是二级境界 对不对 这个次阳的质量 还是比较好的 后市攻破了 跌停板大阴的二一位 但是上功上三一位的时候 玉祖没有过去继续回踩 那这是一个增量阴 是个倍量阴 对吧 倍量阴 次日 缩量次氧 过了这个阴半 那下面这一期 进阶就很关键 我到底画哪里 对 这一期进阶怎么来画 那有些同学 在这个不是特别明确的时候 这很明确 对不对 后面踩的就是基柱的石顶 画它就好了 这个也比较明确 对不对 因为是踩了基柱的石顶 那后面这一集呢 不是特别好画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教大家一个 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 用这个鼠标 双击一下屏幕 变成一个十字星 然后右侧我去找 你看很多个腿 去踩到的位置 踩了很多次 然后向左侧去找 找到下 主力踩的是这里 那真正是哪里啊 真正是这个基柱的石顶 对不对 这个基柱的石顶 这个基柱是什么 也是个倍量柱 那它的实底 再看一下 这里是否有王牌的建构 有高质量的王牌的情况下 就画的这个 画的这个 金阶是比较扎实的 那这里 是个黄金柱 对吧 羊羊羊 虽然是个假羊 这里是个倍量柱 实底 那就说 我们以 这个为基柱 后三日的实底 后三日的实底划线 形成黄金线 后市多次回踩不破 这条黄金线得到了多次的支撑 那这条金线质量是比较可靠的 信任度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基柱的实点可以看出来 也是个倍量 对吧 小贝羊 形成了后市的支撑的走势 这个长腿踩线来确认了 我这级金阶是有效的 这个也是 又是一个小贝羊 后市回踩 对吧 踩得很准 杨盖音 确认 所以我们画这样的金阶 那就是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金阶 走势比较好 而且周四是一个缩倍量的假跌 在黄金线之上 缩倍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 他是不是有抬头的动作了 对不对 抬头 中午是个跳空音 对吧 跳空音不破底 这个是不破底 直接上人线 上人线 上零轴 这个时候盖过前一日的假跌 对假洋 对假洋的一个确认 就是我们很好的接入点 这位同学在哪里接入啊 刚才我看他说的分析是在21位 21位接入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没问题 哎 以他的21位作为平衡位 过了他的平衡位 我们来去介入 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 他在23.50加了一次仓 这个问题 大不大 这个是有点不太稳妥的 呃 在我们去加仓 甚至是开仓 买入的时候 要想到我们开的这部分仓位 第二天可不可能会被套 或者是第二天 他盈利的空间有多少 那我们在尾盘 23.50加了一笔 加了一笔 相当于抬高了自己的成本 对不对 因为第一笔 我打的位置相对较低 打完之后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盈利的空间 第二笔 我打进去之后 我将自己的成本抬高 第二天的空间就变得很小 哎 第二天很有可能预阻 大阴十顶 回落 甚至说上方还有压力位 哎 这里面还有还有一个细节 这个地方 那主力是打到了这里 对不对 打到这里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跳空音的地方 跳空音 这个假音的实体 假音的实体精准预阻 这里都是压力位 而且这里还有个高亮柱 所以这就是凹天锋的位置 凹天锋一次还没有过过 只是个单枪打过一下 如果走势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回调 如果一旦回调 你周五进入的仓位 是在尾盘的 你周五进入的尾盘的这部分的仓位 就会被套 哎 去缩减了自己的利润 所以第一笔开的这个仓很好 开的很好 非常有标准 第二笔加仓 有点问题 只能说有点问题 那要看第二天的走势 那这样我们来当一个倍量单枪 打左锋 对吧 倍量单枪打左锋 看第二天 那我们守哪里啊 我们在有倍量柱的情况下 有倍量柱的情况下 首先要看二一位 对吧 首先要看这个倍量柱的二一位 能不能守得住 然后其次来看左侧来去找它的要点 那左侧有大音 你先找大音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第二天回踩这个大音十顶不破 你可以安心来持 上方呢 就要去找我们说这个倍量音的十顶 以及左锋的位置 这几条的平衡位 下面的这个金阶还是比较扎实的 但是这金阶比较扎实 首次去攻打左锋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来看这个地方 三级金阶了 它是否会打结 如果不打结能否以周五的基柱 做出新的王牌 再做一级金阶出来 然后去攻过左锋 过锋之后 我们就要看过锋之后的空间 这里还有压力 对不对 这里近期的凹锋 这是出锋 出锋过了之后 还有这个 四锋 对吧 这里面都是后续需要去攻克的压力位 那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个手跌都是不好的 对吧 这手跌的量都是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缩的量缩的也不够 也没有缩三一 所以后市反弹到这里 都会比较的折腾 都会比较的折腾 所以这只股票给出的建议就是说 再过二一位介入完全符合标准 尾盘加仓不够稳妥 第二天你来去看 手的位置就是说 第一看背量的二一位 第二看左侧达阴石点 然后上方的空间 首先来看这两条线 第一就是说 我们这个主力的侦察兵打到的地方 就是他的火力侦察到的地方 那他到底后市是否马上会攻击这里 还是说稍作回调 打劫到位了之后 二次攻击这里 要看主力的走势 和主力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要根据走 根据主力的这个走势 我们来预判第二天的一个动态 所以这些我们画的所有的线 做的所有的预判 全都是静态的分析 具体要去结合第二天 主力动态的一个走势来去结合 所以说静态加动态 然后去结合思维 结合压力 结合股票的建构 结合板块 是否有风口等等 这些我们都要结合起来去看 不能去看单一的基因 那这是对这只股票的 一些分析 是否可以 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好 那我们就下一个了 下一个正单股份 来看问题 10月27号 涨停板 没记住 回踩到位 缩量到位 精准到位 化工 热门板块 那周南股份是海哥的安利票 然后周五尾盘 6.58 买入三一仓 计划周一 站稳6.8 加仓6.8 这个答应了一位 有效跌破 6.45 清仓 6.45是哪里 一会看一下 6.45是哪里啊 那说它是周五 尾盘 6.58 买入的 我们来看啊 那首先来看这只股票 这个地方为什么跌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为什么跌下来了 因为 这也是我是用的不负权啊 用的不负权 所以这个地方你水平方向来一看的话 这两个单枪打到的位置 就是这个不负权情况下的走峰 到了这里 所以回落 回落之后 这个地方放了高亮 对不对 那高亮是常态看跌的 这板后的高亮单枪 那第二天 缩三一假跌 回踩有底 这个单枪 第二天确认了 第二天是不可以进 第二天是可以进 那这里一波一波上攻 而且形成了王牌柱 本身质量很好 这个王牌的 黄金柱的质量很好 但是无奈预阻到了左侧的 高亮假音的虚顶 你看精准 分毫不差 然后预阻回落 第二天看到量性走弱 那这里就是 海哥经常说的什么呀 说的平顶不过 对吧 这是个平顶 平顶不过 双音出货 双音是哪双音啊 这个假音 你一看 第二天跳空音 马上跑 这天做三一 跳空不补 你还可以再等一等 这里面还有一条进阶 那你发现第二天大幅低开 然后往上一拉 不过零轴 你就要先选择先跑 用我们的规则 用我们的标准 来去应对 双音出货 出货 这一路下跌 有没有临界点啊 没有入的临界点 那我们这位同学 在周五的时候 介入了它 可不可行 我们来看 首先 这是高亮 对吧 然后消化 高亮顶 放了一个倍量 然后一路缩量 下跌 跌到这里 这里是个低量 这个低量 可不可以抄底啊 低量柱是底线 与底气的温度计 但这个低量柱 我们得到确认呀 低量加倍量 才比较好 比较稳妥对不对 如果周一来个倍量来确认 就更加的稳妥了 那如果说你介入的标准 是过了21位 过了音的21位 我们再来看 过了这个音的21位 你来介入的话 可不可行 这里边可以用真底战法 再给它两日的时间 在没有王牌的情况下 我们先用真底来去应对 就是说6.52 这个音的实底 不要被跌破 再给两天的时间 三日不破实底 就是真底 真底成立 这里在等待王牌成立 这个次阳的质量不高 第一 实体很小 第一实体很小 第二呢 刚刚过了21位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个低量柱 我们要等确认 第二天一定要确认 这个低量才行 如果第二天继续缩 继续缩量调整 那说明这个低量 还没有见底 对吧 缩量加低量加倍量 或者缩量加倍量确认 才是最好的确认的方式 那刚才他给的预案是什么呀 给的预案是 不过这个大音的21位来出货 不过这个大音的21位 是不是看的有点远 是吧 你还是先看究竟 首先这个666都还没有过去吧 你水平方向的大音 虽然说 他的这个音的个头很小 但是相比于他自身 周五的这个羊来说的话 他就是个大音 所以都是就近来对比 你先看的是水平方向的音 十顶 666 所以要先把 第一个敌人干掉 就是你最近的敌人 水平方向的音 过不去 你就不用看这个21位了 过去了之后 你再看21位和他的实力 好吧 然后你的预案是 652嘛 对吧 破了652你先走 比如说真理破了 你先出 没有问题 像这种票呢 下跌途中 而且次阳的质量不高 建议是先等确认 最好等王牌 尤其是这种 走势已经连因下跌之后 还是要等刹车做换挡的 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像这种票 等刹车 起来 可能预阻啊 只能说可能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预阻答应是顶 不过 然后 下来再做混档 我们做这一波 做混档 这一波就比较稳妥的 所以说他给一个理由说 周五花光板块很强 但是说你要去找花光板块里边的强势股 对不对 那他 之前很强 这一波是非常强势的 那这波你赚到钱 就应该在这出货了嘛 在这出货了 这一波下跌 他还没有做出建构 那目前 花光板块里面 他还算是走的比较弱的一只股票 花光板块周五确实很强 然后我们应该去找强者 跟强庄 目前 他暂时走势 还不行 对吧 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 第二天的预案 第二天的预案 来去执行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正当股份 那这个是正当股份 六四五 来看到六四五 六四五看哪里 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真底的下方 他看的是这个虚底 不用等到六四五 我的建议是如果破位的话 真底六六五二这条线破了 你就暂时可以先出来 因为这个 你也不会亏多少吗 相当于买点及卖点 好吧 给的建议 呃 正当股份这只票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们就进行下一只 好 那我们下一个 呃 掌月科技 那谁来看 一 呃 一字板前面不看 高亮T字板 判断主力肩仓 二 T字板后集合竞价 第一根红柱 日向为王 预判当天再放高亮 没有等分时 开盘五十一元 介入 三 如果周一跳空高开 预判会走 智慧农业 连续拉板形态 四 如果低开 守住T字板 四十八点九 哎 这里四十八点九 周四的T字板的十零 或周五的最低价 四十七点五 就是说这个长腿的 虚底 四十七点五 分时一二三 抬高 再次低息 或做T领 如果失手 则清仓出局 后续再继续观察 来看一下这个预判啊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安利票 那这只票 还可以教我们 选出来是用什么战法应对啊 当然是用T字板战法 对不对 那这里面放了一个 T字板 周四放了T字板 第六板 一二三四五六 那周五的话 再次放了高亮 哎 这是近期的高亮 是一个历史天亮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个历史天亮 历史最高亮 那周五是一个开了四个点 那这位同学是五十一元 接入 也就是说集合净价就进入了 进入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即可竞价去打他 有没有问题 哎 只能说 这个运气稍好一些 没有被套啊 只能说运气稍好一些 因为这个盘中的走势是 不是特别的稳妥 也就再看他亮波走势的话 是有一波下沙 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分歧的 我不能讲太多啊 这个地方一直在人线下方运行了这么长时间啊 回头去冲了把 而且这个只是点击了一下涨停板 然后再次回落 尾盘守住了人线 但是我们日向来去看的话 日向来去看的话 这个量相当相当于昨天的一个倍量 又放了近期的历史的天亮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谁啊 要关注这个时候高量已经转移了 不是周四的涨停板 而是周五的这个高量柱 对不对 那高量柱这个实体比较小 我们可以取虚 所以这位同学下方取了两个点 我觉得可行 第一就是跳空步步 周四的梯子板的实定 第二就是说蓄力 他守这两个位置 如果都破了 你止损走人 我觉得没问题 预案完全是正确的 那另外来看 我们来分析这只股票 它的走势 后续能否像智慧农业一样 如果 如果说 周一 这位同学预判的时候 如果周一高开 就会走智慧农业的连续拉板行情 他会不会 会不会 总的这样来说 第一 为什么说 要分析这只股票 它的放量的原因 我们首先 左锋 画一条线 就知道了 这里是预阻了左锋 对不对 虽然说他就冲板 但是没封住 说明这个左锋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个地方有很多人 在去 出货 所以这个量 放出了历史的天量 那第二就是说 这个高量柱不确认 后市 就不会涨 那左锋过不去 这个地方也涨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结合来看 两个地方都要去观察一下 一个就是说 周五的这个高量柱不能破 破了就一定下去了 破了就是这个灾祸就不小的 非常 非常不小的一个灾祸 所以这个高量 高量底是不能破的 第二就是说 这个左锋就在眼前 站稳这个高量 下一个目标要把左锋站稳 我们才能去看远 看哪里啊 看上方的这个最高峰 对不对 所以说要就近对比 要分析这个量 为什么放出来 后续的走势 怎么来研判 那这个实体 很小 所以我们要看 跳空阳怎么办 跳空阴怎么办 跳空阳你要去确认 是高开高走 还是说高开低走的 不要被这种假零号骗进去 如果高开低走 你有仓位的话 建议说破了你的重要的穴位 或者说你破了零轴 你就要去控制仓位 如果说高开高走 确认了前一天的高量柱 高量被确认了 站稳了 缩量过了高量了 那以高量柱的这个危机柱 就用高量柱站法来去应对 后市如果缩量 确认了这个高量柱 那说明这个高量柱 是主力再去搞事情 确认的情况下 不能再放 不能再放量了 一定要是缩量 确认前日的高量 高量的情况下 确认了这个高量柱 是主力的再去搞事情 再去拿筹码 后市一定还有新高 但如果说 跳空阴了 低开低走了 跳空阴低开低走了 这样哪怕是缩量的 这就是说没有去确认这个高量柱 所以就要看第二天主力的一个动作 我们动态来去研判 跳空阳怎么办 跳空阴怎么办 这位同学给出的约案完全的正确 完全的正确 所以他守两条线 48.90 跳空不薄 还有47.50 这个蓄底的位置可不可以 可行 但是我建议的话 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防止主力是在周五的时候用掌停板出货 这个一定要去防 所以不能我们自己去 只是有静态的分析 我们要看第二天的主力的动作 如果说一开盘就确认了前一天这个这个动作是在掌停板出货了 因为两个地方左正 我们一是七板达标 七个板的空间 这个是涨幅达标 二就是说左锋就在眼前 两个地方都是印证了这个地方 常态是看跌的 常态是看跌的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倍的小心 这是我给的一个建议 只是从静态分析这块来看 但是动态我们要结合周一来看 主力怎么走 好吧 要防止这个板是不是出货板 好吧 这是给的这只股票的分析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了 好 那我们继续啊 下一只叫特瑞德 11月13日北盘买入 买入的理由 前面有五个背量不穿上涨 五个背量不穿画的尖头的位置 有些张扬 达到风向 单枪侦查左锋 阴二一后开始打劫 今天回踩原帅顶不破 尾盘买入21.16 预判周一跳空向上不过 左侧阴顶 先出啊 这是阴顶 过了先持有 如果 跳空向下 21元持续 问题 一 左锋 顶首跌 是不是不容易突破 首跌我们看一下哪里啊 首跌是这里 对不对 这是一个缩量不好的手跌 这个手跌也不好 其实我们来看手跌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手跌一会儿讲一下啊 到底怎么看手跌 手跌是在哪个位置 第二 第二 今天的介绍点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等有王牌后再介绍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个形态算是三缩到位和长腿彩线吗 三缩到位长腿彩线 第三个问题 第四 这类票很久没有涨停板 是不是弱势票 平时选票 要不要看 但是为了四个问题 我们一次一次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 首跌的问题啊 这是这只股票 打到这里 打到这里 我们要这个缩图看一下 缩图看 股票涨到这里之后 为什么涨不上去了 那我们水平方向 这个是个侦察兵 对不对 看到侦察兵打到的位置是哪里啊 恰好是这个阴的二一位 所以这里一看 刚才这位同学问 首跌好不好 这就是首跌 怎么叫首跌啊 首跌的含义就是说 左侧是在上涨 所以左侧是在上涨 这是首跌对不对 首跌你看这个数量 不是特别好 但是到这里 直接零号过去了 这波上攻还是不错的 攻到了这里之后 这是一波上攻 突然下杀 这个就叫首跌 这个叫首跌 那一会我们讲一下这个 另外一种情况 这样的首跌是比较明显的 直接滴开 滴走 主力主动下跌 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滴开 滴走 这是主动下跌 那这个量是不是缩的也不好 两个地方的量缩的都不够 这还是个增量 最后是反弹南上 到了这里 二一位就直接预阻了 这是一种形式 我们看这股票 有没有另外一种的 下跌 这就是另外一种 我们找到这里 找到这里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所不同 这一波是上攻 对吧 上攻到这里之后 出现一个假音 那我们来看 这个假音是不是首跌啊 我们通常情况下 高开滴走的假音真阳 不当首跌来看 第二天 无论说假阳 还是跳空音 我们把第二天当做首跌 所以就是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 滴开滴走 那肯定是首跌 第二种就是说 高开滴走的假音 第二天我们来看 第二天如果说它还是个假音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找这种 你说跳空音的 或者说这种假阳上攻的 假阳上攻的 这才是首跌 你看这个首跌缩量还是不错的 对吧 那要看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首跌缩量好不好 有时候你在找四大美女的时候 你要看首跌是否缩21 对不对 头跌腰脚 对吧 你要去看首跌缩21 那首先你一点要找对了首跌的位置 你才能看到 看准它首跌缩的好不好 所以找对了关键的那个首跌的位置 才是最对最重要的这么一点 那就是讲了两种首跌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就究竟这个走势啊 就这个走势走到这里来之后 他说画了几几金街 我们看到金街画了对不对 我觉得他说画了四几对不对 那这样的金街怎么画 这样的金街怎么画 左侧没踩到 左侧没踩到对不对 这里踩到哪里啊 踩到这个凹峰对不对 踩到这个凹峰 你可以画这里 因为左侧踩到了重要的穴位 你可以把这一级当做一级金街 或者说你画记住的虚顶 这都可以 两种画法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是踩到了黄金线的附近 可以把它当做一级金街 那在金街上方又起了基柱 以基柱来去画线 这是又起了一个基柱 被晾住吧 对吧 我可以画后三日的虚顶 实底或者画实顶 通常我们来去画实顶 画实顶是比较简单直接的 那后市这又是二级金街 那画到这里之后 我们看这是形成了三级 这里三级 三级发现张扬了 对不对 张扬了就打结 那现在他打 打到位了没有 对不对 他又没有踩到二级 三打二或一嘛 其实三打一嘛 对不对 打没打到位 还没打到位 那在没打到位的情况下 这位同学介入了 介入的理由是什么呢 次阳 过二一了 次阳过二一可不可以 这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一条金线 对吧 这里有我们所谓的 一级 二级 三级 因为这里面 这个王牌的十顶 已经被跌破了 所以说这级金线 破了吧 对吧 下面实际上呢 还有他的 后三日的 十顶 这都是他的金街 这都是他的金街 我们可以去微调 那这里为什么调整到了 一元帅的十顶 一元帅 黄金柱 对吧 这是形成了一波的上工 以他为基柱的 因为周五精准踩到了 音乐帅的十顶 所以我们这条线 划到这里 就是说主力踩哪里 我们划哪里 所以我们金线 也要去微调 划线的时候 也要去根据主力的走势 来去微调我们的划线 那这位同学 在周五的时候 次阳过二一 介入了这只股票 他说第二天 怎么说的 他说不过音是顶 先出对不对 然后去问了 上方空间的手跌的位置 这个地方的反弹空间大不大 这两个位置都不好 这两个位置都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真羊还是假羊 这又是个假羊 对吧 这是个假羊 所以这还有一个蓝路虎 还有这个假羊 所以这三天都不好 这三天都可以当音看 缩量不好 所以这反弹难上 目前没有王牌 很难上攻到这里 他们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地方是不是三缩一动 什么叫三缩一动 再给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说 缩三一 缩三一 再缩三一 这叫三缩 为什么叫三s呢 s是缩量的 缩的 首字母的 缩写 s吧 对吧 3s一动 那3s一动 这个地方没有 第二 第三个 缩三一 这个我们可以当做缩三一 第一个箭头 缩三一 第二箭头 缩三一 第三个箭头 缩三一 没有出来 这个不能当 这根本就没有缩量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三缩一动 然后他又问 是不是长腿踩线 是不是长腿踩线 踩的可以 腿呢 腿相对于实体来说的话 够长 对吧 没问题 踩线踩的也很精准 次阳过二一 介入有没有问题 哎 这个目前按标准来说的话 问题也不大 你手就手哪里啊 手就手这条金线 20.70 哎 这条金线 或者说你手这个 呃 真底 都可以 哎 手真底都可以 你等王牌 等外牌 键 对吧 这是 还有什么问题 哎 是不是弱了 对不对 这是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这样的票 他们长久没有涨停板 这样的票 是不是弱势票 哎 目前来看的话 不只说 没有涨停板的原因 而是 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些手跌的位置 来决定了 后市我反弹到这里 空间都不大 所以不单单要看涨停板 而且要看 手跌缩量缩的好不好 手跌缩量缩的好 代表 哎 主力这个地方没有 大大量的出塘 后市反倒至这里 压力比较小 那第二就是说 下面的王牌 进阶的建构 做的是不是足够的扎实 要看这些 不能单单只看涨停板 有些这个股票 孤零零的一个涨停板 后市也没有 呃 支撑后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只有涨停板 作用也不大 所以我们在去研判 一支股票的时候 要看 重复很多遍啊 要看思维 要看空间 要看压力 要看个股的建构 要看板块 哎 要看板块 板块可不可以啊 板块很可以 充电桩 新能源 光伏 电击设备 都是比较好的板块 但是呢 这股票目前走的 不够强势 对吧 所以要综合来去看 方方面面 我们都要去看 那这是给的这支股票 他的愿对不对啊 愿他说要21元止损 和过阴顶 过不去阴顶先出 愿的话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愿 不要去阅极了 所以要先看21位啊 21位都没有打过去 你就去看阴顶 这还是属于阅极 所以大阴 这属于大阴 别看这是个缩量的 但实际上 他的实体不小 仍然当大阴来 就看 先看21位 因为这个21都没有打过去 后市的21 还是个压力位 再看实体 好吧 所以我们开一支股票的时候 划线和预判 比如说你 不能自己去想 我不过大阴实际先出 他有可能 连21位都没有过去 所以我们做议案的时候 要去 去 看一下这个重要的穴位 不要去阅极 这是四个问题 都回答了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我们就继续 好吧 那来看下一个 斯胖达 一 三个元帅 三个真底 真底逐步抬高 亮柱红肥绿兽 二 背量过左锋 筹码转移 然后 缩量回踩前面大阴顶 形成百日低量 四日 背量盖拳音 强装 指的是这一天 三 周五 缩量上弓 尾盘介入 四 周一 预判开载大阴 二一位上弓就拿 不符合就出 这是他给的预案和分析 我们来看四方的 那这只股票也是我们前期的海购的安利票 那前期走得很好 那为什么走到这里面就过不去了 一样 我们都要去看一下四围 所以他基段性目标位已经到了 这里边左锋就是过不去 对吧 水平方向左锋 预阻 这里边左锋 不是这里 画错地方了 在这里 这里面左锋 四维压力 预阻 这里放了历史天亮 对吧 天亮 然后高亮都转移了 由这里转移到了这里 随便后视我要看他 看这里的高亮 然后我们再去放图来看近期的走势 那前面这一波是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也是我们前面发了一波案例 这一波走势 一波上弓之后 缩三一 其实是个假跌 缩三一 单枪 掌天板 对吧 掌天板第二天 缩量的长硬短柱 然后回踩 跳空不补 背量单枪 打了大阴的尸顶 悬阴三一 然后看又是一个缩量上弓 架掌量缩 这里构建了一个王牌 背量单枪 过了左侧的大阴尸顶 站稳了 对吧 这是七处已经形成 然后攻打左锋 左锋 遇阻 然后继续来看 这里面说了一个假扬 是个假扬 假扬人物必当心 我们来看 第二天就是一个大跌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 呃 所有的标准来去操盘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你接入的位置 对吧 这个背量 杨战因 接入的位置 诶 实底 没有穿 你继续持股 诶 这里面攻打左锋 不过 这个地方是要先出的 对吧 先出 你不出 你这里面做替脸 可理 然后假扬人物必当心 这里面一定要跑 不跑的话 这就是十几个点的跌幅 然后第二天来看 诶 就是破线了 对吧 金线也破了 我们去来看 诶 这个缩量继续下跌 所以说 有些同学很容易在这地方去抄底 诶 抄底 可不可以 这是近期的地量 次阳未过而已 需要等第二天来确认 对不对 次阳的幅度决定反弹的力度 我们后续来看 诶 第二天确认了 确认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 搞一搞了 对吧 你可以用真底的战法 诶 次阳过了阴顶 盖了阴 诶 这个地方 你看 你一抄底 这个地方给你个大阳 对不对 然后预阻二一位 你想高抛 你高抛点 不想高抛 你继续持果 诶 过了二一位 但是个T量 诶 T量你要防一下 看真阳假阳 还是个真阳 真阳那你上看 大阴的尸顶 我们先来看 发现它就攻击大阴的尸顶 但是没有站稳 真阳假阳 还是个真阳 所以都要去看一下 真阳假阳 诶 发现出阴了 出阴是不是量性走弱了 单一失定没过去 所以这里面 这个压力很大呀 很大 你是不是可以先跑 跑完之后 你看是不是 你跑了之后 它就是个天红阴 对吧 它是个假跌 假跌 走到增右门底啊 还没有踩到位 我们先来看 第二天 诶 这是一个金线 缩三一 缩三一 横盘途中 上升途中的双阴起盘 第二天就是一个 阳该阴那个动作 那这一天你出 你这一天你出了 第二天阳该阴就可以接回去 预判没有踩到位 第二天是一个零号 过了二一位 就是你再次介入跟桩的位置 倍量过了左侧 大阴时顶 并且过了左锋 好 左锋还没有过去 把这条线去了 左锋就这里 这是进去的高亮 这是高亮掌停板的单枪 这里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 要再去防一防 对不对 那这里是真阳假阳 这里是个假阳 假阳是不是要防一防 对不对 假阳是不是要防一防 发现你一防 真的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在去 每一日操盘的时候 都要去 看一下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像这一天收盘是不是站稳了 但是个假阳 假阳是不是要确认 第二天天后阴是不是没有确认 对吧 你没跑 第二天是不是一定要跑 这个是主力还是很好的 第二天给你大幅冲高的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机会 他这个枪还是有意图的 还是去消化 左锋呢 那无论是阴单枪 还是 这个 普通的 阳的单枪 他都是有这种上弓的意图的 那就要看后市 主力怎么走 那这一天你发现 缩量的下跌 然后破线了 说明这条线不行了 所以我们下跌途中 就不要去画 这些线全去掉 左锋要留着 这个我也不要 等 你发现这一天 这一天主力跳空音不破底 高云人先不撤离 过二一位 就是再次跟装 所以这一天 过了左侧的 左锋 而且是倍量过的 架涨量缩 缩量过高量 对吧 那应该理应继续看涨 我们来看第二天的走势 那第二天发现 哇 这个实体很小 然后这个单枪打到了左侧的 左锋 预阻了 那这里高量转移了呀 如果这里高量不转移 仍然盯他对不对 高量转移了盯谁啊 高量转移了盯这个 对吧 近期的 这个高量 那实体小单枪 上线很长 说明上方压力很大 你不走的话 这是个假扬 假扬你一定要走了吧 这是个假扬吧 你跳空音 这又是个假扬 连续的假扬 这一你就要防 后面呢 后面呢 去攻击这个 虚顶的位置 没有 没有过 又出假扬 平凡的出假扬 高位横盘出假扬 是很不好的 你发现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都没有你抄底的 接入时机 这是个次扬 未过二一位 后面继续跌 这里出现了一个 次扬 过了全阴 对吧 次扬盖全阴 让我们看 竹笛踩在哪里呀 这里踩到位了吗 到这个大阴的石顶 对不对 踩了大阴的石顶 这里次扬过了 是个真阳 次扬过了全阴 你可以用次扬跟装的战术 来去跟他 那这位同学是在周五的时候 尾盘介入的 他的 呃 理由是价长量缩 这是个真阳 所以我都要去看一下 是真阳假阳 那周五介入 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首先来看可不可以 他确认了前一天的这个次扬 哎 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上方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首先来看哪里呀 首先来看这个跌天板的大阴 你看周五是精准欲阻 所以你在尾盘你介入的时候 你要去看 为什么他冲高回落了 哎 第一就是说水平方向的 大阴的21位没有站稳 第二水平方向的大阴的实体精准欲阻回落了 所以这个地方上方压力是比较大的 这个地方的量缩的都不好 这都没有缩量 这还是个增量 对吧 这是两个拦路 就在这里拦截着你 你抄底的话可不可以啊 你是可以的 那这里面你要去看 能否以周四的这个基础做出王牌 再给两天的时间 如果做出王牌的话 那就说英元帅加黄金柱 哎 的组合 而且你要注意后面如果走强 你注意量性 以及他 攻打到的位置 这些都是后续我们要看的 重要的穴位 大阴的实领 还有这个跌停板的21位 都重要的穴位 那只是 后面上攻 如果预阻重要的穴位的话 啊 有可能会回落 哎 继续再看 那这个股票 就是说前市今生 我们有很快的速度 去看他的这个走势的时候 可以不用去撕期 哎 通常我去看一只股票走势的时候 我就这样去拉一下 然后就大家看一下这个预判 然后预判这个地方要走了 这个地方 啊 跳空音了啊 继续来关注 这个地方单枪去打左锋 然后继续来看 看主力回踩的位置 啊 看这个长音短注 左侧右底 要是这个地方是有移动 对吧 比如说你分析一只股票的时候 哎 发现这个地方是个移动 这个单枪打了左锋 发现这个缩量假跌 长音短注 左侧右底 这个地方就要看 是否是杨干音的机会 你就快速的去给出一个预判 然后第二天 虽然是个跳空音 但你看盘中的量部还是很好的 飘上去的 哎 在盘中你有大把的机会介入 第二天你发现 哎 预阻了左锋 哎 放高量 你先跑 或者你先控制仓位 第二天 没有确认的话 你就不要搞 这是个假扬 哎 是个假扬 那就说 一只股票在出来了之后 你要快速的去做出 他的预判 要看很多的一些因素 哎 左锋你要去看 哎 下方的支撑 你要去看 因为金线 后面的移动 也要去看等等的 那走到周五这一天 我们就要去看了 左侧水平方向的压力位 哎 目前就要就进去对比了 这两个大音 是我们目前重点去关注的 压力位 那下方 就是说 哎 以他记住 小备养 这是个小备养 小备养 记住 为准能否做出王牌 做不出王牌 破线的话就继续跌 破线了就就就会继续跌了 这条线 可以暂时先去掉 那这是对这只股票的 一个研判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港 叫精致科技 一周五下午两点半八点三五元买入 买入的理由是三个小备养 而且B踩着A的头 C踩着B的头 B B在这里 B踩着A的头 C踩着B的头 然后看 二 买入时没有放那么大的量 收盘后发现是个近十倍的发烧柱 高量发烧柱 常态看跌 三 请教老师周一低开 事先出来 还是拿着股票等王牌 因为毕竟在奥底 那么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叫精致科技 首先来看位置 确实在奥底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强还是弱呀 这股票强还是弱呀 虽然说这奥底 对吧 整体趋势是比较弱的 对吧 整体趋势 用眼睛一撩 就大概看一下是比较弱的 然后我们来看 跌的位置 缩量 缩的不够好 对不对 这里面还有个蓝路虎 这是个倍量音 这里为什么过不去 这么大的量过不去 是因为它这个音的压力太大了 就放高量仍然过不去 过不去继续跌 跌到这里之后 发现 奥底做出了王牌 对不对 这是个王牌柱 是小背羊 但是这个什么呀 它是个假羊 低开高走的假羊 对不对 这是个小背羊 这里面 这是个小背羊 这个小背羊的实体 得到了后视的支撑 这里面缩了摆低 这个摆低 就是周五爆发的一个基础 这样缩到不能再缩了 它已经是长期下跌的 奥底的附近了 出现摆低 有王牌 有摆低 对吧 然后是一个背量 单枪 那这个单枪 实体可以看到 达到了这个大音的二一位 这个音呢 又是一个增量音 所以它是一个拦路虎 为什么到了这里 它就是过不去 放了这么大的量 仍然过不去 因为这个附近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通常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你不知道学位换哪 像这种票 一波连音下跌 波段下跌的二一位 通常是个平衡位 这就是波段下跌的二一位 是一个平衡位 那就说周五的时候 这个单枪恰好打到了波段的二一位 也是这个大音的二一位 说明这个平衡位的压力是特别大的 那这个过去之后向上施衡 过去之后向上施衡 过不去 那触及不过 那它要被弹回来 那就要向下施衡 所以为什么说周五放了这么大的量 因为确实说压力很大 那刚才这位同学说 踩顶 踩顶 谁踩谁 那这是B 他说的B 对吧 B踩了A 这是A A的施顶 那C C踩了B的施顶 怎么踩的 他说开在了施顶之上 就是回踩 其实是回踩的施底 对吧 那这个票怎么办 你买了之后怎么办 那像这种票 就是说 我们就看这个票 这个基础 两条线 以它为基础 那它是近期的 凹底的高量 对吧 这是凹底的高量了吧 凹底的高量 就以它为基础 实底 实顶来划线 守住实底 守住实底不破 看能否做出王牌 进阶 进阶 住机 太高 然后去攻打 左侧的大音 这是连音 下跌 我们用奥底 康乔和这个奥底 进阶的建构 来去应对它 就以这个基础的 实底和实底 实底 两条线 来去看后市的走势 那这里毕竟是 放了高量 常态是看跌的 但是位置定性 奥底放高量 不用太担心 但是这里面 左侧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周一要看 是否是继续上攻 还是说它要去缩量回调 缩量回调 就定我们刚才说的是 832 这个高量底 就可以 他们周一低开 是否先出 还是拿着等王牌 因为毕竟是在奥底 那这里面呢 首先这只股票走势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建议说 气弱 留强 去做一些强势 强势票 好吧 然后既然进了 进了之后 你说低开 要不要走 低开 你就先去看 我们刚才说的 832 高量底 这个位置 上攻 如果再次不过 二一位和大英师领 建议 可以 先出来 去换一些强势票 这是给的这只票的一个 建议 是吧 然后我们继续来 下一只 叫东旭蓝天 11月2日在3.15 价位买入 高位跑了 11月2日 在这个地方买了 留了10%的仓位 等待次日加仓 若破了3.2黄金线 直接清仓 3.2黄金线 买入理由是 下跌 长银短注 跌到第三级 黄金线上 缩量 次仰 上攻 目前下跌 缩量 关注最近黄金线 能否站稳 请分析一下 此票 目前的走势结构 来看 东旭蓝天 东旭蓝天 这是股票 那一样 我们缩图来看一下 他花了三级金街 我看这三级金线是怎么画的 那首先这只票 你看是不是很 很磨叽 这里面迟迟过不去 这个地方连续的单枪就打 打的是哪里 打的是这一侧的大音 发现这个音 好的 对吧 形成了对后市的强压 多次反弹到这里就都预阻了 就是过不去 我们看到画的金街 他是怎么画的 看到他从这个地方就开始画 这里面他画了一级 后市踩了 一次两次三次踩的很准 对不对 这里是一级 然后我们再看 在这个金线之上 这里是二级 对不对 后期我们可以微调一下 以这个实底来画线 你发现这个精准收在了金线之上 再上 然后这里是不是又 不踩了一次 继续继续上弓 对不对 到这里了 发现这里又形成了一级 没有被迫 他跌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他是说 十月二日 这一天买入的 这一天买入 他的理由应该是回踩了黄金线 这里面是个跳空音 四阳又没有过二音 然后冲高 跑了 跑了之后留了10%的舱位 回到了这里 问当前的建构怎么样 当前就是在刹车走完了 走到了这里 你看这个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打到了 这个枪打到的位置 就是他预阻的位置 枪是打到了这个一那一位 对吧 过不去了 那后面 再次预阻到这里了 又回来了 那这里面他是不是要去等待换挡 对吧 周五是精准踩在这里 刹车 预阻重要学位 量性走弱 回来 等换挡 那目前没有 没有阳盖音的临近点 这样的票 没有阳盖音 没有阳盖音 第一没有临近点 第二说 看板块 看个股建构 看上方的这个空间的大小 第一 这个地方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是看这个板块 电力板块 目前没有什么热点 对吧 然后第三看个股的建构 只是刹车 然后在下跌途中 没有次阳来确认 那目前还没有走出来 目前这个票也不够强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关注最近黄金线能否站稳 那目前的结构 那目前的结构 刚才我们就说 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那刚才我们说 画这个金线是对的 这么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就算你金线画的再好 它空间不大 个股的走势不够强势 板块没有东风 电力板块仍然也是 目前也长不动的 所以要去提升我们的眼光 多去关注海哥 一群发的案例票 多去对这些强势票去划线 去分析 提升自己的眼光 多去找这种强势票 少去自己去看这种 更弱势的这种票 下一个达华智能 一前面形成碧月修花 陈玉乐燕 下跌30% 一会我们来看 这是不是碧月修花 陈玉乐燕 第二 目前做出了五级金级 他说有五级 一会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五级 他说五打三 当前在做第四级金级 三 第四级金级还差一天 该股 隶属 元气价新科技 周五 五点六八 接入 请问预判是否正确 谢谢指教 我们来看这几个问题 叫达华智能 首先来看 这是不是四美 四美 我们怎么来看 海哥也给我们讲过 头 尖 腰 腿 对吧 头是在哪里 头就是左锋的位置 这手跌可不可以 手跌是这里吗 高开低走的 不是这一天 对吧 又变成这样 手跌是这一天 对吧 我们这是高开的吗 要第二天 你看缩量了吗 没缩量对吧 然后腰呢 我们看看它腰 这缩三一对吧 那后面呢 缩三一够不够呀 缩三一还不够 我们要再缩三一 严缩二一才行 腿呢 看 缩量够吗 也不够吧 腰 头肩 腰 那就是腿吗 我们看脚吗 它有百日地量 对吧 这里是有百日地量的 这里肯定是有百日地量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上方这一些缩量都不好 缩量都不好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不能说我们硬去去安 说一定说它一定是四大美女 不能光看缩量 而且要看底部的建构 缩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一个因素 一个要素而已 我们要看这个跌到奥底之后 它的建构起没起来 那我们看这个跌到奥底之后 这一波的建构是否可行 这个结构非常的不明显 到这里就回落了嘛 这个大金石顶过不去就回落了 这个地方的金街非常的不明显 很杂乱 杂乱无章 而且这里边还跌破了 它上面的这些金街 所以这样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四大美女的票 所以什么样的是四大美女 你要去看海哥 科件上的案例怎么去对这些四大美女 进行去研判去划线的 首先第一否定了它不是四大美女 第二说它画了五级进阶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支票有没有五级进阶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踩哪了 踩到这里 我们来画这里 这是一级 这没问题吧 那后面这一级到底怎么画 这也踩了 这也踩了 我们到底画哪里 这里面就要去看后面到底 踩了哪里对不对 所以这一级是只有一级 这里没踩漏 这里面踩了一次 这是一级 二级 所以它目前只有三级 所以你生生的画出了五级 这是不对的 这个完全不是五级进阶 而且这种杂乱无章的这种走势 画出进阶 也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而且要看这个左侧 这个地方有个大阴 这是个增量阴 看到了 找到这个增量阴 十顶画一条线 这就后市的压力 这个多次打就是过不去 这么多次多次打 这个压力就是过不去 对吧 这压力是比较大的 这也打了一次 所以目前第二说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没有五级 目前只有三级 三级到了这里 好不好呀 三级到了这里也不好 目前走势这个地方 这个缩量不好呀 这个大阴缩量不好 后市的南路虎啊 这个这个大阴的实体 就是你目前的很重要的一个压力 然后你说周几打的 周五打的对不对 周五打是个假扬 你要区分真扬假扬 不用看分时 你收盘是绿的 低开高走的 对吧 这是个假扬 看他那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周五五点六八月介入 所以前两个问题回答了 说第三个问题 这个介入对不对 这个介入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 周五是假扬 王牌也没有做出来 走势又很弱 这个压力又很大 你家里面空间太小了 这样的票又是比较弱势的票 目前没有什么介入的理由 那你的理由是 它是元气件热点板块 那为什么不去找元气件板块的 强势股的回调 对吧 前几天科技股涨得很好 那你找那些拉板的票 然后数量回调 昨天有底的 你就等待次养的机会 不是比这些票更强 对不对 安利票 安利票 多去画画安利票 好吧 这种票目前很弱 目前走的很弱 那回答了刚才这几种问题 所以要对碧月 修花 陈玉洛艳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是说跌30%的 他就是了 首跌这次多跌的都不好 第二说 你进阶一定要画对 这些你自己画出次进阶 绝对是不对的 然后第三 就是说你介入的位置 也是不对的 没有任何的理由 它又不是一个临界点 又是个假扬 你说这个时候 你介入不符合任何的标准 又不是过大阴二一位 又不是过阴的实地 没有任何介入的理由 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 来去帮助回答这支票 我们看最后一个了吧 这叫百亚股份 10月14日高开在高亮10顶 盘中站稳0周后19.9 建仓10月14号 10月14号买购 10月21号 无王牌看跳空 月集零号盘中人线 上方17.44加仓 10月4日 黄金线上出零号 过21号 19.7加仓 所以这一波做的不错 做的很好 10月10日 T4尾盘21 尾盘21.8 减藏了21 这七辆 这七辆 在这 七辆减藏了 元帅刹车 元帅换挡 康量过桥 目前缩量站稳 百日高量 虚顶 虚顶 虚顶站稳了 形成三级进阶 那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没问题 康提低降 这也没问题 月案 后市不放量 走不远 没有板块 走不远 盯住 摆高 虚顶攻防线 防止打结 那 来看 来看这只股票 这叫百亚股份 那这是一只刺新 那刺新开板 我们要先用 自权三宗来推进队塔 对吧 石顶一条 石顶一条 发现后面 没有站稳石顶 打结 打到这里之后 这里用什么呀 这里就用刺氧跟装 对不对 刺氧过了 大音 石顶 背量单枪 一个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 高开在 这种是 我们经常犯错的地方 这个零号 你看到 哇 高开直接过了百高 冲进去 然后高开滴走了 对吧 所以这种是假零号 我们就要去 防 不要看正反三围 这种 反正这一天冲进去 都全被套了 被套怎么办 你看 缩三一 缩三一 这才是真正的 长银短注 手跌缩量 几乎缩倍 假的 朱利再次达到了这里 然后用了备量 单枪 盖了音 对吧 然后二次上弓 所以这首次过 往往有回落 首次过往往有回落 对吧 首次过往往有回落 盯住第一波 看住第二波 第二波过了 过回踩不破 对吧 回踩 高亮点 上弓 上弓 提亮 没有持续的上弓 这里面亮性走弱了 对吧 而周五是一个阳盖音 上弓 我们来画进阶 他画的三进阶 对不对 把线都去掉 那我们就看 第一个王牌柱在哪里 第一个王牌柱在这里 元帅 对不对 后面的实体 被亮柱的实体 来画线 踩线 踩线 踩的很准 这条进阶 有效 第二条线怎么画 这里踩哪里 一二三 他是踩的这个七处的 十顶 第二条线有没有效 有效 第三条线怎么画 第三条线 怎么画 画这里 这里都没有破 这亮性弱了 对不对 黄金线上强盖音 这里是过了摆高 对吧 过了摆高 过了摆高之后 这里面迟迟没有放量 这种高位 已经在高位了 对吧 他已经过了这个摆高的虚顶 虚顶也过了 迟迟没有说放量拉升 一直在缩 就是说我们用三仙规律去解读一只股票的时候 卖在买仙 是吧 价格亮仙 庄在三仙 卖在买仙 就是说任何一个亮柱都是卖出来的 没有亮 说明没人卖 没人卖 说明庄家拿不到筹码 拿不到筹码 现在所有人都是盈利的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盈利的 因为已经突破了所有的压力位 没有任何的套牢盘了 我所有人都是盈利的 你筹码又不给我 那我主力会不会傻到我 给所有人抬轿子呀 我拉呀拉呀拉 那现在都没亮了 我继续拉是不是更没人卖了 那除非说 我把价格拉到很合适了 比如说我在涨个四十五十 甚至说翻倍 这个时候有人觉得价格合适了 才会才会出 这就是价在亮仙 没人卖就没有亮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价格不合适 价格合不合适有两种走势 就是说我后面大幅的拉升 大家觉得价格合适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已经赚50%了 我可以走了 我把这个筹码交给主力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大家觉得 哎呀我亏钱了 下面杀了一个大鹰 在这所有进的人 全都是被套牢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要先止损出来 这个时候会杀出筹码 通常情况下 主力有的时候会很坏 使用这种方式去拿筹码 我杀出这种恐慌盘 拿到廉价带血的筹码 这种成本是很低的嘛 往上拉升 当然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种 尤其是历史高位 左侧创了历史新高的股票 创完新高之后 没有放量 为什么说 海哥经常说 不放量就走不远 原因就在这里 装在散心 庄家是制造走势和欲望的 那个操盘手 对吧 他是控制者 在没有他去制造这种走势 出来的前提下 没有拿到足够筹码的前提下 他一定不会说 免费给大家去拉轿子 去抬轿子 所以后面要去看 这只股票是否放量 拿到筹码 有人愿意卖 有人愿意买 他才能走得远 那这个同学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他说 不放量走不远 二要看板块 板块不是热点走不远 对不对 他目前的板块又是造纸 也没有什么热点 他只是跟着刺青 所以他是跟着刺青板块 不是说跟这个行业板块的 是跟刺青板块的 跟刺青板块再走 后面主要去关注 是不是放量 那他说盯哪里啊 他说盯高量 须顶和这个钉线 钉这两条线 可以的 没问题 你是前面一波做得很好 这一波的利润都拿得到了 都拿到了 利润也很好 所以不用怕 走一步看一步 对吧 如果调回来了 那主力就要杀 要去杀出筹码 然后拿到筹码之后 寻找实际在上 如果继续拉升 那你就继续持股嘛 松量也不用怕 只要他不出音 那目前没有音嘛 不出音 你就可以 呃 持股 但是要去小心一点 时刻防范 逐利来去凶猛 下插的这种 走势出来 那这是对这只股票 那个研判 他说防止打劫 那只是都没有问题 这只股票是 今天和那个 那个掌业科技 两只股票 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他八只股票 都是目前 一海格说的话 就可以扔到黄河里面去 不用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提升一下自己的眼光 多去看一下案例票 多去 看海格的说评 海格是如何去分析 如何去划线 如何去找到这些 强势股的 好吧 然后 呃 没有了 那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 感恩王子老师 感恩海格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呃 感谢各位师兄师姐的陪伴